台中一名成姓男子行进谭子区环中东路时 不满因为交通违规被后方车辆按喇叭 惊人嚣张地拿起一把手枪 从车窗伸出做事要恐吓 男子万万没有想到后方车辆竟然是警方的真房车 远景立刻追上前到男子的住家逮人 成姓男子最后被依恐吓罪嫌 遭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 白色轿车开过头一路倒车 想直接跨越潮化线接上快速道路 远景外出执行看见了按着声喇叭提醒 不料这一巴气了驾驶追上来 跟着咬下车窗骚张地拿出手枪 咆哮恐吓 台中一名三岁的陈姓男子日前开车行进谭子 环中东路与福贵路口时 布满后方车辆对他按喇叭 这样拿出一把手枪从车窗伸出做事恐吓 只是男子万万没想到惹到大白沙 因为后方车辆是宝大针房车 警方掌握男子身份后 在当天晚上在男子住家附近压制歹人 车内副驾子坐下方置呼箱内 取货仿贝瑞塔手枪一支 弹夹一个 纯新男子遭待警方意外查出 纯新男子亮枪恐吓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最后遭法院依恐吓罪 判处他有期徒刑三个月 要他为自己的嚣张行为负起责任 接下来我们下文一章 台中藏目到